碰瓷铁琼 土耳其推出钢琼系统 自新一轮乙哈冲突爆发后 铁琼的热度就不断上涨 人红是非多 武器也是如此 这不 土耳其就来碰瓷了 推出钢琼系统 与铁琼仅有一字之差 不过与铁琼系统不同的是 钢琼属于分层式防空系统 集成 集进成 进成 中成 远成 四种层级的防空系统 相当于铁琼 加大尾投石所 加箭矢 问题来了 土耳其的钢琼系统 都包含哪几款防空系统 最终能否顺利完成 由于担心 以哈冲突外衣 中东各国都在提升防空能力 土耳其也是如此 8月12日 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表声明 将发展一种 可以与以色列铁琼相媲美的 分层式防空系统 并将其命名为钢琼 按照爱尔多安的说法 别人有铁琼 我们也会有钢琼 摆明了 要跟铁琼碰一碰 不过 与铁琼不同的是 钢琼不是单一的武器系统 而是集成式防空反导体系 就目前来看 钢琼将集成 四种层级的防空系统 并且还有人工智能辅助 主要任务是保护 土耳其领空 免遭来自不同高度 不同距离的空中威胁 土耳其阿瑟尔桑公司 首席执行官 艾哈迈德 阿克约尔 发布的 钢琼系统概念图显示 钢琼涵盖 从小口径火炮 到导弹 多种型号的防空武器 通过 Red Knight 雷达数据管理系统 连接在一起 并通过 土耳其 自主生产的 T-Link组件 与预警飞机 和侦察卫星连接 其中 不包括 俄制S-400 很明显 土耳其的钢琼 与以色列的铁琼 不是一种东西 铁琼只是 以色列防空体系中 负责末端防御的部分 而钢琼的规模更大 相当于以色列防空体系 土耳其研发钢琼的目的 就是将现有的 所有传感器和武器 整合为一个 高效统一的作战网络 那么 土耳其的钢琼 都包含 哪几款武器 就钢琼系统的概念图来看 最外层的防空系统 就是屏障 2018年 土耳其启动 屏障远程防空系统项目 主要任务就是 利用堡垒防空技术的 开发成果 建造一种 能够拦截至少 100到120公里 距离的目标 2021年 屏障系统的设计工作完成 并开始准备测试 2022年12月 在土耳其北部 西诺普的 射验靶场中 屏障 Block-1导弹系统 展示了在超过 100公里的距离内 探测 跟踪和命中 高速目标的能力 并可以识别敌我 屏障导弹 配备了固体火箭发动机 以及推力矢量控制装置 垂直发射后 再转向目标 最大射程为 100到120公里 目标交战高度 从100米到3万米 按照土耳其的说法 屏障系统 有望媲美 俄罗斯的S-400 按照原计划 屏障会在2023年 投入使用 但目前还没有最终消息 屏障系统之下 就是堡垒 目前土耳其服役的 堡垒系列包含两种型号 分别是堡垒A 与堡垒O 堡垒A相当于 缩短射程的 德国IRST系列中的 进程导弹 最大射高5000米 最大射程15公里 堡垒O相当于 德国IRST系列中的 中程导弹 最大射高1万米 最大射程25公里 这两款导弹 均采用惯性制导 加数据链中段制导 弹体外侧 加装边条翼 用于容纳 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 与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弹头安装 预制破片战斗部 整套系统 配备雷神公司的 MPQ-64雷达 可独立执行 作战任务 因为射程较近的缘故 土耳其也对堡垒系统 进行了升级 其中堡垒A加射程 仍然是15公里 但高度从5000米 提升到8000米 堡垒O加射程 则提升到40公里 今年8月份的时候 土耳其成功完成了 堡垒O加的测试 精准击中了 40公里外的目标 只是由于堡垒系列 主要是纺织和授权生产 没有形成自己的设计理论 与完整可控的研发体系 在技术迭代上面 还有一定的问题 在钢琼系统中 导弹防空系统 就是这三款 剩下的就是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或者是高射炮 里面甚至还包含 激光武器 堡垒A之后 就是土耳其 新推出的古尔兹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与铠甲SM非常相似 安装在8x8的底盘上 作战武器 包括一门35毫米火炮 与四枚梅林 或有损防空导弹 可以应对大多数的空中威胁 古尔兹的火炮 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还是防空导弹 就火力军而言 古尔兹携带的那四枚导弹 大概是梅林 最大飞行速度3马赫 安装有高分辨率 双色红外成像导引头 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矢量推力技术 具备全向攻击 和离轴发射能力 在飞机上发射时 最大射程达到了30公里 但地面发射的话 梅林的射程 大概只剩10公里 如果古尔兹想使用 油损中矩段 就得换更大的发射箱了 古尔兹后面 则是克尔库特 自行高射炮 近些年 土耳其发布了很多 看起来很先进的装甲战车 但大多数都要借助 国际上的先进设计 比如克尔库特 底盘基于 iPhoneSS公司的ACV30 而ACV30 又可以网上追溯到 美国FMC公司的 AIFV部战车 AIFV的开发目的 则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老旧 但又受限于原始设计的 M113 主武器的两门35毫米机炮 则是由土耳其MK1K 引进的德国莱茵金属设计 不严谨的说 克尔库特就是M113 架结了一个大脑袋 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搜索雷达和炮车分开 底盘可以两棋幅度 并且采用弹夹供弹 不过性能还是不错的 克尔库特的35毫米炮塔 能够以每分钟 2×550发的速度射击 可以打击飞机 巡航导弹 无人机等空中目标 并且可以行进中发射 在弹药上 克尔库特可以使用 ATOM可编程弹药 通过底部引信 发射污弹丸 并在目标附近爆炸 增加伤害力 提高摧毁敌方目标的可能性 克尔库特之后 则是格克伯格激光武器 有消息称 格克伯格是一款3000瓦的固态激光器 用于探测跟踪和摧毁无人机 土耳其的激光武器技术 还是不错的 产品也不少 比如车载光纤 激光阿末尔 目前已集成到眼睛蛇衣 装甲车上 据说能够穿透军舰的钢板 1.5-2.5千瓦的 则有LSS激光防御系统 与ALKA定向能武器系统两种 阿末尔的升级版 也就是宪兵车载光纤激光 输出功率达到了5000瓦 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 土耳其海军司令部 还接收首部激光武器系统 纳扎尔 钢琼系统 剩下的两款防空武器 也属于反无人机武器 分别是杀新与警告 使用方式完全不同 格克伯格是激光打击 杀新与警告 则是硬摧毁 与电子干扰 目前 杀新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已在土耳其军队服役 杀新的打击方式 为直接摧毁 主要武器就是40毫米 MK19MO-D3榴弹发射器 发射40毫米口径的ATOM 可编程弹药 内部中有电子编程时间引擎 可以根据目标类型 选择触发和空炸 打击1.5公里外的陆地目标 以及1公里外的无人机 主要任务就是 保护军事基地的空中安全 也可以用于土耳其边防警察 维护边境安全 或者工厂与机场 警告系统同样也是反无人机 配有电扫描防空雷达 稳定的光电传感器 热成像相机和日光相机 定向无线电频率干扰器和干扰系统 警告系统工作时 线无雷达 相机等探测设备 对目标空域进行搜索 一旦发现有无人机 即开始识别 确定目标后 警告就会定向发射 无线电波数 切断目标无人机 与操作员的联系 使其失去空置 可用来保护机场 哨所 发电站 指挥所 等高价值目标 不过在钢琼系统中 警告系统属于移动版 就钢琼系统来看 性能很不错 包含目前所有的主流防空武器 远程防空系统 高射炮 激光武器 电子干扰系统 应有今有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土耳其能否顺利完成 钢琼的开发 就目前来看 土耳其一直努力摆脱 对国外防空武器的依赖 被提出F35大家庭的根本原因 就是想要发展防空系统 原本的土耳其 想要从美国引进爱国者 但是价格太贵 附加条件也太多 于是土耳其跑到欧洲 想要购买SAMPT防空系统 虽然麻烦减少了 但SAMPT防空系统的紫院导弹 属于一发两国合作研发 价格又稍微有些贵了 于是土耳其从俄罗斯 购买了S400 并引进了俄罗斯防空技术 代价就是被提出了F35研发和生产计划 不过付出总有回报 目前的土耳其 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国产防空系统 比如屏障堡垒系列 屏障远程防空系统的性能 可能会赶上或超过俄罗斯的S400 而且土耳其的国防工业 自主研发的占比很高 2004年 土耳其的军事装备自给率 仅为20% 但到2022年 这一数字就上升到了80% 土耳其还计划到2053年 实现国防工业百分之百独立 土耳其的首艘航母 阿纳多鲁号 已经正式列装 该舰70% 由土耳其自主建造完成 融合了轻型航母 两栖攻击舰 以及船屋登陆舰 三种大型战舰功能 在无人机领域 TBR也备受侵略 所以就火力军而言 土耳其成功整合防空系统的 可能性很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土耳其的武器自主化 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许多零部件 还是有贝卡的奉献 以TBR为例 通信制导系统 及导弹的主要零部件 均来自美国 德国 加拿大 等国家 想要实现 国防工业百分之百独立 土耳其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土耳其的钢琼系统 可以顺理研发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霍黎君 下期见 给利用 证明 给订阅 可 证明 在 心 证明 在 证明 вп 证明 欧